其實我超怕貨品嘗試溶出來然後跌 因為可能人們還沒睡醒 現在是比較少人 暫時是少人的 Hello 我們現在是下午12點 來到旺角先達 大家直擊一下iPhone最新的市況 價格升到八百聲 其實有差距了 即是在慢慢升 還可以升級了 今年可以升級了 iPhone12的128GB 原價本來是7299 現在都可以多2-300元 我想應該每個人都覺得不能升級了 因為有很多平時放機的人都不敢搏 今年都沒有買經濟差 結果果然香港人升級都是不走遠的 黑色是最便宜的 我報黑色價格 黑色價格可以收到7000 128GB都是黑色 7400元 256GB是8500元 12 Pro 1200GB 收到… 都是算黑色的 10000元 11100元 12600元 這樣吧 今年你是怎樣 吃牛雜還是什麼 我做牛雜 我做牛雜 哇 厲害 如果是12就牛雜 12就牛雜 可以放半圍 這個場面是由125-127不等 疫情關係 可能會不會少了外國的客人 或者內地的客人會少了呢 這個是超級最大的命脈和影響來的 你今天見不到拖喫客 拖喫客可以是內地 不是首輪的國家 如果他們來賣 當然會再好些 但是現在的貨量不多 所以持續有千多元 但是貨量多的 可能到三四五點 只是半個而已 都是驚喜了一點 驚喜了一點就是 他出了少貨 令到市道 搞得好像很旺盛 你問我去買 我還是先等一會 加上賣了10部 屬客為主 屬客 都收到13000 13500元 我其實是看好商店 所以12號我自己本人都沒有訂 平均往年買大機的人 是會多於買小機的 我相信 可能價錢會再高一點 聽到大陸那邊的行家 都說大陸那邊會比較缺貨 真的很多大陸的人用iPhone 現在最搶手是金色 金色我們一隻都收不到 我想這個場 如果有金色的話 都相信價錢會超高 我想可以高過藍色 一二百元價錢 大家如果有相機 有相機 想留意下 新機的價錢 最update的報道 都可以繼續留意我們的報道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拜拜 請問家營 跟大家說拜拜